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定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德国的悬疑惊悚片 不准忘了我 以过而立之年的汉娜是名医生 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原本幸福的生活却因丈夫的出轨 让她烦恼不已 这天晚上汉娜值班时接收到一位过量服用安眠药的女病人 她查看档案才知道 女病人竟是儿时的玩伴丽莎 小时候两人在一起玩耍的情景 历历在目 那时候两家人的关系比较要好 经常去一个小岛上度假 汉娜和丽莎在树林里发现了一片废墟 丽莎想要继续探险 汉娜有些胆怯 被丽莎说成胆小鬼 不甘示弱的汉娜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编了一个故事来吓唬丽莎 据说很久以前 这座小岛上住着一个雅女 她虽然不会说话 却永远不会变老 因此村子里的人都害怕她 某天晚上村民把雅女囚禁在了废墟里 但她一直没有死掉 一年又一年 这个被囚禁的女孩变得非常愤怒 为了复首她发誓 要等到有人来把她放出来 而那个人就将会取代她的位置 被永远诅咒 知道另外有人来代替她 后来丽莎全家搬到伦敦后 两家人就断了联系 醒来丽莎知道眼前的医生是汉娜时 也很激动 她解释自己并不是想要自杀 只是长期失眠 这次不小心服药过量 父母去世后 她的事业也不顺利 因此心情沮丧的她 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无法入睡 汉娜也倾诉了自己丈夫出轨的烦恼 丽莎天后就提议 不如去儿子的度假屋游玩几天 重温美好时光 汉娜由于片刻答应下来 她带着女儿和丽莎欢快地出发了 他们坐船抵达当年常来的小岛上 曾经租过的房子还在 屋内的摆设还和原来一样 汉娜打开衣柜整理行李时 被突然出现了男人吓了一跳 丽莎说这是照看房子的管家 小时候他们就认识 但汉娜却对管家没什么印象了 吃饭前 汉娜带着女儿去买鱼 鱼店的老板娘一下子就叫出了汉娜的名字 这样汉娜很是诧异 因为她最后一次来小岛 还是八九岁的时候 走出鱼店 汉娜发现二楼的窗户边 有一个小女孩正在看着她 一不留时 汉娜撞到了前来送鱼的马库斯 马库斯看到汉娜是新面孔 就知道她是来度假的 于是热心的边走边聊 将汉娜送到了度假屋 晚上 汉娜和丽莎翻看儿时的相册 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 但当汉娜看到自己与一个小女孩的合影时 那个女孩是村子里的孩子 名叫玛丽亚 当时汉娜和玛丽亚可是最好的朋友 汉娜看着照片却没有什么印象 接着汉娜来到楼下抽烟时 管家过去提醒她不应该再回来 并希望她快点离开这里 汉娜听到满脑子问号 可一转身管家就没应了 由于买鱼时 女儿的布娃娃落在了鱼店 第二天一大早 汉娜便去鱼店寻找 鱼店里没人 她便来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 房内的陈船说明 这里曾住过一个小女孩 闭上眼睛 零散的记忆慢慢浮现 这条手链是玛丽亚送给她的 当时两人还扎破手指 煞学为猛 发誓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这时老板娘突然出现 打断了汉娜的回忆 老板娘看到汉娜带着手链 就阻止她摘下来 并表示这手链本来就是汉娜的 一头雾睡的汉娜拿回娃娃 慌忙离开鱼店 接着他们坐马库斯的船出海游玩 汉娜向她打听玛丽亚现在的情况 马库斯欲言又止 等到游玩回来后 她才告诉汉娜 村子里以前是有一个 叫玛丽亚的小女孩 她就是鱼店老板娘的女儿 但玛丽亚没长大就死了 汉娜听后 神情恍惚地往都家屋走去 在经过树林时 她看到了小时候的玛丽亚 有些记忆片段开始在脑中浮现 她记得当时 玛丽亚也跟着他们来到了废墟 后来的事情 汉娜就记不起来了 晚上她告诉丽莎 玛丽亚已经死去的事情 没想到丽莎早就知道了 怕汉娜伤心就没有说出来 而汉娜却在潜意识里 忘掉了关于玛丽亚的一切 夜里 管家用铁丝网把废墟的入口封住 似乎想要隐藏废墟里的秘密 第二天早上 汉娜从马库斯那里得知 当年玛丽亚是突然消失的 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她的遗体 因为管家性格孤僻 所以人们都怀疑是她干的 但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把我上的诡异气氛 加上汉娜散乱的记忆 让她无法入睡 只能吃安眠药来帮助睡眠 可是随后汉娜又看到了小玛丽亚 还被对方锁在了地下室 但丽莎却说 这都是汉娜的幻觉 汉娜一去找管家 询问玛丽亚的情况 管家神神道道地说 是你把她带回来的 你们不该那么做的 汉娜惊恐地跑出屋子 却又看到了出现在树林里的小玛丽亚 她一路追过去 进入废墟来到一个深井旁 此时汉娜想起来 那天玛丽亚掉进了深井里 而她和丽莎却跑走了 汉娜意识到 玛丽亚的死可能和自己有关 便决定尽快离开小岛 但丽莎却不愿意走 还极力挽留汉娜 但汉娜心意已决 执意带着女儿先行离开 临走时 带来到雨店告诉老板娘 玛丽亚的遗体在废墟里 老板娘却说 这曾是你的游戏 但现在是她的了 老板娘的话让汉娜感到恐惧 她带着女儿匆忙感到渡口 却发现停航了 汉娜立即给丈夫打电话 却一直是语音留言 她去找马库斯带自己走 但马库斯说她的船坏了 汉娜看着马库斯的背影 突然认出她就是玛丽亚的弟弟 汉娜也激起 当年她离开小岛时 将玛丽亚在废墟的事告诉了马库斯 她不明白 为什么人们没有找到玛丽亚 马库斯难过地表示 当村民发现玛丽亚的时候 一切已经完了 汉娜没法离开 只能又回到度假屋 她将马库斯是玛丽亚弟弟的事情 告诉了丽莎 并为当年的事情愧疚不已 如果他们当时把事情 告诉任何一个大人 玛丽亚就不会死 然而更加愧疚不安的 却是马库斯 原来当时她和姐姐玛丽亚 闹了小矛盾 当汉娜告诉她 玛丽亚在废墟里时 她赌气没有把这件事 及时告诉妈妈 这才酿成了悲剧 夜里 汉娜发现女儿不在床上 便下楼寻找 她在地下室找到女儿后 马库斯突然过来说 要带她悄悄地离开 不明就留于汉娜 以为马库斯要伤害她 这时 听到动静的丽莎 拿着刀子走出来 马库斯这才分开汉娜 慌忙逃跑 汉娜的丈夫听到留言 给汉娜回了电话 丽莎接了起来 并表示 汉娜一直在服药 她相信自己看到一些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汉娜的丈夫有些担心 丽莎安慰到 他们明天就做渡轮回去了 睡醒的汉娜找不到手机 想接丽莎的打电话 丽莎却说 她的手机没电了 又没带充电器 汉娜又去找马库斯 却发现 马库斯死在了海里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汉娜估计一位老板娘 杀死千万次了 她匆匆跑回家 又得知女儿被管家带走了 便和丽莎冲到管家屋里 救女儿 而管家却说 她是在保护小女孩 说着就将丽莎按倒在地 死死地掐住她的喉咙 汉娜见证 拿起斧子砍伤管家 救出了丽莎 小女孩受到惊吓 跑了出去 这时 汉娜被管家推倒 撞晕在地 只见丽莎拿起斧子 走向了管家 汉娜醒来后 发现自己手里握着胸器 管家倒在雪坡中 已经死去 突然从屋子角落里 传来余电老板娘的声音 她神情哀伤地说 汉娜释放了 马利亚心中的恶魔 甚至亲手杀掉了她的弟弟 她精心策划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让汉娜常常 被好朋友推向死亡的滋味 汉娜明白了 所谓的丽莎 其实是马利亚冒充的 她发疯般地跑向废墟寻找女儿 马利亚果然在这里 汉娜没有揭露马利亚的身份 趁对方不注意 将她打伤绑了起来 汉娜质问马利亚 为什么要这么做 马利亚说 因为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原来 当年是三个小女孩 在废墟里发现了深井 汉娜让马利亚下去一探究竟 马利亚很害怕 不敢下去 但汉娜说 如果不下去 就不是他们的好朋友 马利亚为了得到汉娜的友谊 只好咬着牙同意了 汉娜将绳子 绑在马利亚身上放她下去 并保证熟到时就把她拉上来 可是等到马利亚下去后 汉娜和丽莎去跑走了 马利亚在井里惊恐地喊着妈妈 直到晚上 汉娜和丽莎才过来拉马利亚上来 谁料 快拉到井口时 绳子去断了 马利亚拉着汉娜的手 请求救她 结果还是重重地摔到井底 昏了过去 汉娜和丽莎吓坏了 因为马利亚摔死了 这时管家走了进来 附和的女孩们威胁管家 如果说出去 他们就说是管家干的 因为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汉娜和丽莎决定 将自己犯的错隐瞒下来 但他们不知道 其实马利亚并没有死 等到马利亚被大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惊吓和恐惧 让马利亚变得疯狂 她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直到长大成人 但在精神病院 却是马利亚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白天她被护理员 随意地注射各种症迹 晚上还要受到夜班人员的凌辱 后来她怀孕了 妈妈觉得丢人 对外宣称马利亚已经死了 让马利亚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就是有朝一日能再见到汉娜 汉娜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可一句对不起 又怎能挽回马利亚被毁掉的一生 马利亚杀死了真正的丽莎 然后以她的身份接近了汉娜 马库斯克管家也是她杀死的 汉娜看到的小马利亚 其实是马利亚的女儿 马利亚给汉娜的女儿喝了安眠药 关在了井里 汉娜要求马利亚 不要因为她的过错 而牵连到女儿身上 马利亚似乎被说动了 给了汉娜警戈的钥匙 汉娜打开警戈 看到女儿躺在里面 便下去救女儿 这时 马利亚突然挣脱双手 拿出刀子 割断了汉娜的绳子 不知过了多久 汉娜在医院离心来 丈夫却质问她 为何要杀人 为何要给女儿喂食大量的安眠药 如果不是丽莎及时发现 女儿可能就死掉了 汉娜激动地解释着 那谁会相信一个精神病人的话呢 马利亚就是想让汉娜也体会一下 她所遭遇的痛苦 汉娜歇斯抵抵的咒骂玛利亚 不会有好下场 但当她眼前浮现 小马利亚哀怨的表情时 汉娜安静了下来 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犯过的错 承担后果 最后 马利亚取代汉娜 成了家里的女主人 汉娜的女儿画了一幅画 画中有两个母亲和两个小女孩 她将其中一位母亲的脸 涂成了黑色 人生里充满了仇恨 也许 新一轮的因果循环即将上演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